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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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定罢了 不过那座桥 这里看起来没有墙 可好像四处都是墙 我怎么跑都会撞在墙上 魔鬼的能力也不是无限的 这一次我放弃了 一会儿你重置吧 师姐还在副驾驶座上 等你换完轮胎回去呢 没有车怎么离开这里 丢了那个螺母 我连轮胎都装不上去 重置吧 哥哥你注意到了吗 之前的十次落得中 你有六次 都是中途放弃的 甚至看不到师姐遇险 你就叫喊着说放弃放弃 你不就是要说我心累了吗 是啊 我心累啊 可心累又怎么样 你真正觉得心累 是你见过那个少公子之后 那家伙性冲冲的走了 可你却更累了 你一定是我肚子里 蛔虫变的小魔鬼 那个少公子是你的情敌吧 或者说同情兄 你还知道这个词呢 魔鬼也读我们的书吗 哦 那是当然了 为了深入了解客户嘛 不过那家伙一脸臭屁的模样 我看他都有点不顺利 不如我帮哥哥你打开一段 这一顿算我账上 免了 我又不讨厌少公子 人在来医院里看我呢 而且你为什么要打我的同情兄呢 可哥哥你见了他之后很难过 我不想我哥哥很难过 谢谢 可我真的不讨厌他 我只是忽然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 我不是师姐从水帘洞里 带出来的唯一的猴子 第二 是我需要师姐 不是师姐需要我 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你师姐四处收养猴子 这毛病得改 他总不能带着一串猴子 嫁给凯撒吧 他倒是很侠气很仗义 可是对谁都不好 我不是说了吗 你师姐是个笨蛋 自以为是的笨蛋 可我还是很感谢他 把我从水帘洞里领出来 否则我也不是现在的我 要是说我 你偏着 他就想要 是 我 说 你 那么 我 你 要 能不能 一 您 要 你 是 那 八 你 是 我 小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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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座城市肯定有什么秘密 元素乱流已经没法收拾了 不过这跟楚子航没什么关系 楚子航死在十五岁那年 他后来的经历啊 都是小鹿幻想出来的 我们已经达成这个结论了 OK 我接个电话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那么多话 你们是出来喝酒玩 还是来跟陆师兄约会 搞得好像你们是陆师兄前女友似的 你看 陆师兄不高兴了吧 走了 还不是你选的这个地方 喝酒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喝不行吗 你什么时候看过师兄 来酒吧这种嘈杂的地方 他是不喜欢这个地方 你们别吵了 问题是师兄去哪里了 吃面了 他连车都打不到 他在医院呆那么多地方 身体肯定差得不行 出来连口饭都没吃就是喝酒 淋浴感冒了可怎么办啊 外面可真冷啊 冻死我了 嘿 咱们不要说 吃面了 咱们来 咱们来 咱们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都会打啊 你去哪里 我都会打啊 你去哪里 那里 还没来 你去哪里 让他好好在这里聚会吧 你在这里看着他吧 我去找个地方歇会儿 我早该赶走这只傻猴子了 帮他越多反而这对谁都不好 可我总是不忍心拒绝 我指望这傻猴子有一天自己变聪明 我说是怎么回事 你还在我手里 我说你不忍心 我说你不忍心 你不忍心 我你不忍心 我忍心 你不忍心 你不忍心 我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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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前面朝家面馆吃点东西 暖和一下 你回去看这路明飞吧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今晚玩得真好 没把你吓怕吧 下次还要出来玩啊 其实你也不想我跟你说什么的对吧 什么意思 我叔叔那天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发展 我说我对你会另一个人 我对你来说 他也不ANG 又是个 我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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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有那么好吗 我说高中的时候 很好 特别好 我问过你 为什么要对大家都好 你只说了一句话 你说 我有力气的时候 我就帮人家 人家有力气的时候 我也希望他帮我 说得真好 可你总是我们中 最有力气的那个人 所以总是你帮我们 好了 我要走了 再不回家 我爹妈要以为 我夜不归宿了 谢谢你啊 小天女 谢我什么 谢我跟你说 我们三个 都不是真的喜欢你吗 谢谢你让我 对自己有信心 我有个姓楚的师兄 总教我要做好人 我做了好人 很开心 总做好人 很累的哦 还有 别回那个医院去了 你根本没病 你就算有病 也是相思病 师兄 你是个笨蛋啊 我说我现在不喜欢你 我以为将来不会喜欢你 女孩子是要靠吹的嘛 不吹 就只是憧憬和暗恋了 对我是这样 对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也是这样 可从你的眼睛里 分明就看得出来 你喜欢谁了 真没劲 我想着要是在梦里 找不到解决方法 不如就在现实里 解决掉奥丁 这次先确定奥丁的位置 总算是多一手准备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后天师兄师姐就要接我出院了 可我还是没找到救师姐的办法 这应该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今晚你不用陪我了 我自己在这就成 我自己在这就成为达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自己在这就成为达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糟了糟了 出大事了 天塌不下来 快点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是这儿的元素乱流 我们两个昨天 昨天还说这事来着 结果学院也要派人来查 派人就派人 你们一路祸害的学院专员还少吗 你知道这次学院派来的是谁吗 前学生会会长凯撒 和前师心会会长阿卜杜拉巴斯 学院这是把皇帝都派过来了 还一次就是两个 简直就是御驾亲征啊 这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师兄我在新闻社深耕多年 有一两个靠谱的小弟不是很正常吗 视频在这里 你们自己看吧 然后来我们自己看吧 在这些小弟会去 enqu迹 这真的要看 这些小弟会说 那我还还是知道 我还在这个人 我还在这个人 这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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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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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之前机场关闭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除非等凯撒他们来 不然我们没别的办法离开了 这座城市里 一定还隐藏着 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所以学院才把那两位同时派来 这里的事 已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 去看一下你陆师兄嘛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再出差错了